亲爱的观众朋友,在社会隔离之间,在确保安全秩序和社会安生有利于早日控制疫情的同时, 新冠病毒、疫苗接种被视为关键和场地的办法, 同类人民都希望接种越早越好,以便保护自身和家人社会的安全, 早日反毁工作坊位,并能稳定生活。 越南章心公司正清醒接种,排队,保持距离, 正守衛生部的5K,工人们正在按规定的清醒接种, 工人们正在按规定的清醒接种,避免互相感染, 他们希望能接种不管是哪一种疫苗的。 刚开始有点紧张,但后来正常的, 对我来说哪种疫苗都行,因为都被检验和批准了, 接种能保护自己,家人和社会。 这次公司的第二批接种,共有五千匹疫苗, 上市本公司一万一千人打了第一期, 在十万两千名,工人当中,占三分之一。 这是第一次打Virusel疫苗,今天在公司打一千一把剂, 接种之前都仔细进行衰选,如果无法接种就等三次, 接种后在公司追踪三十分钟, 回去的时候就能拿着打第一剂的证数, 第四周后就打第二剂。 另外,我们还发接种后要注意事项的说明书, 教导公员们回去后,如果有什么症状, 就得去医疗诊所,确保安全, 在哪些症状是正常的,不用去医院。 两个月在家,防空疫情, 反毁工业区治治疗人仍在愿望, 而且工事也希望工人们被接种, 让工事找出恢复生产生产, 接种到两点点。 藏心公事告诉我接种时间和地点, 让我过来接种, 我希望接种让工事能正常运营, 得志用Veroxel疫苗, 我不会犹豫,政府让我接种, 我很愿意,这样就有利于自己和社会, 我希望接种后就能防御工作岗位, 稳定生活。 这次共有5500多工人接种, 我们继续在开展新诺藩疫苗接种工作, 让更多的人被接种。 如果继续获得疫苗, 我们下个星期就继续进行接种。 如果有些职员住, 我们下个星期就继续进行接种。 越南张新公事总经理, 金石永也表示, 希望在公事重新运营之前, 预计在9月15日, 50%工人被接种, 并希望很早该比率就能提升为75%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